对于这个偷内衣之狼来讲 就是说我爱不上你这个女人 我就要偷你的内衣 他一偷呢 偷了有八十多件 协伴家中原警找出女佣 内衣与内裤各种花色都有 全都是同一个女被害者的 住处的塑胶带 还有偷来的贴身衣物 甚至穿过的丝袜也偷 犯案男子就是这位 戴着黑框眼镜 三十一岁的肖姓男子 嫌疑犯曾经要追求被害人 因为可能是遭到拒绝 就侠怨这样子 嫌疑今年三十一岁 任职知名银行 由于爱上一名三十岁的女同事 先前表白遭到拒绝 没想到男子趁机偷人家的钥匙 还潜入女方家中偷窃贴身衣物 由爱转为报复心理 四五月份的时候 潜入他家去偷他的内裤 我们有去取张 我是内衣二十三件 内裤二十九件 还有四袋十二件 第二次是偷了二十几套 可是第二次的内衣裤都把他丢掉了 被害女子知道男同事行进之后 直呼恶心 甚至大骂这位嫌犯心里有问题 但男子犯案被抓 事情在公司闹大了 恐怕工作不保 主任新闻程广瑞 台中采访报导 老公领